現在我們到日本去看 這個在東京灣的地板 這個是老地園老人住宅 現在老人住宅 當然這是一個比較標的性的 這上面都是老人的住宅 它這個建築是很特別的 它這個底下是這個Shopping Mall 然後中間這個是醫院 然後上面是照護之家 然後上面就一層一層就是老地圖 先說價錢也不便宜 不過最貴的是越上面越貴 我們說為什麼 它是因為到最大地 要跟大家說再見最容易 所以它就是越上面越貴 但是我講的看到的是說 這個為什麼會有很多人要住進去 它很方便 它老人喔 我自己一個人就住在上面 電梯下來 我有問題 這一趟電梯下來都解決了 我喜歡去逛街 我喜歡這個 我有問題的醫院 然後我這個真的不行 我也希望人家照護 都有 所以這個是一個老人住宅 當然這是比較特別的老人住宅 我們看一看這老人 你在公園裡面這麼多老人 實際上這些老人 只要有人 然後他有錢 有閒 你要台灣適合的產品 你就可能 所以我們希望台灣那麼健康 現在叫出來口號 比如我說叫我去點個演講 參加一個會叫做造影產業 當然這就是一直在看 我們有這麼多老人 這麼多消費者 可以帶出一個造影產業 那怎麼帶出來 這就是銀色科技 可能要扮演的角色 它不僅僅是 也不是單純的生意科技 然後這個生物技術 這個方面的東西 有一次我在前天給一個演講 那我一開始 底下政府的一些官員 今天會一些官員 今天會一些官員 那我的tapic就是說 這個生意科技島 那時候不叫生意嗎 生意科技 生意科技島 這樣一直知道 生意科技島 台灣叫生意科技 OK 然後我底下下一個就是 老人滿街跑 那他不曉得要笑 你覺得你要笑還是要哭呢 老人滿街跑是好還不好 至少他可以滿街跑 沒有滿街躺的話就糟糕 滿街躺就麻煩了 至少他滿街跑 日本人的老人是跑跑跑的 我們也希望 我們活在一個社會 科技 讓我們可以到處跑 那這個日本呢 他就是這樣子 他這個 我們那時候好幾年前的時候 2003、2004 我第一次去看 那時候我從來不知道說 這個展場這個 就是大美 big side 這個平常都 展場都很大嘛 結果去看 他做這個老人福祉極限 一看 哇 好多人 而且每一天 每一天 人山人海 然後都不是一些怎麼做人 也不是一些老人去看他的產品 而都是這些 哦 是年輕的族群 從各個階層都有 business man 大家都去看 老人機械 怎麼能做 那你說機械裡面展些什麼東西呢 那展些很簡單 他這個木浴的 他生活需要的東西 他的通訊的 老人用的這個文書的東西 他的這個住宅有一些需要 然後還有他躺過的審訊 還有他移動的機械 還有一些車輛 這是很簡單的東西 他是十一住行的東西而已 但是 他們怎麼那麼多人呢 欸 也許我看一下這個影片 那我怎麼用 老鼠不出來 老鼠不出來怎麼寫 我寫 來來來來來 來 等到旁邊 在旁邊 在旁邊 走到老鼠 來 來 這個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到芬蘭日本去看他的相關的產業 沒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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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芬蘭 所以你們如果說有機會到芬蘭去做交流的話 那我們去大概六七月的時候 芬蘭這個地方底下都石頭 上面泥土才一點點 可是芬蘭這個國家 那些活力怎麼競爭那麼強 原來他們在老人這方面 這是變成他們一個走的一個產業 這是一張的 這是很簡單 老人的一些威力設備 他跟日本 日本就把芬蘭的這些設備 帶到這邊去 所以 像這些是老人 他的廚房 他需要用的東西 而且只是用一些腦筋 讓這個廚房都上下 就比如說老人你坐在那裡吃飯 我們給他你煮好 他不想老人 讓他也可以來使用這些東西 那這個老人他覺得需要 他覺得他可以獨立生活 所以像這些產品都不是很高科技的東西 但是你注意他的安全 所以有電腦 還有通訊 還有外面 所以這些東西 這些產品 老人他要用 他錢就會掏出來 也不是相當高科技 他的安全 他的衛生這些東西 但是最重要是安全 你看有沒有 他那一個地方 他隨時都被抓到 你看老人西藏 這個是分蘭的 分蘭域 到分蘭去 就是分蘭域 分蘭每一個人 幾乎都有一個土葬 那老人就在那西分蘭域 這是老人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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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為什麼要來呢 他覺得他來這裡 他可以不理想 用他操作他以前的 多數的機器 所以這是他分蘭的老人 你看有沒有 他可以獨立搭公車 公車當然要是不在來公車 來到這個地方 他可以來 呼籍哪一來 所以 這位小姐幾歲 你知道嗎 七十五歲 所以我跟你講 因為七十五歲 要照顧九十三歲的老人 所以那是一個不同的女人 好 這是做木匠 他就講出來 這個 他們要做個木匠給他的孫子 那像這些設施呢 就是在老人院裡面 讓老人來的時候 他可以在裡面 relax 聲光 音樂 讓他精神放鬆 所以像這些東西 就像以前不是這個 拖勞手 拖勞手嗎 像一個拖勞手 他老人願意來 來他會消費 所以這是一個東西 他就當作老人業 好 就大家稍微看一下 這個 好 那現在我們看一下 很快看一下 就是說這個產業 這個 尤其我就把 弄出一個芬蘭跟日本 他們現在一個是 已經有百年經驗的 這個 老人的這個 這個 照顧 然後也弄出一個 很好的這個 產業模式 那他現在跟日本 日本面對他們的經濟 然後老人很多 所以日本小泉 那時候就開始覺得說 我需要 有一個產業的 這個 跟國外 跟北歐的國家 合作的 所以呢 他們呢 這時候有芬蘭跟日本 他們有跨國合作 就在老人產業 這一方面 日本 他老的人口這麼多 老阿蘇 我們都知道 所以日本為了 要振興他的經濟 那芬蘭呢 他已經超過百年 他政府也繼續在推動 這方面的產業經濟 所以 這個兩個國家 那我們也看到說 芬蘭的一些競爭力 其實在健康照顧上面 因為我們知道 比如像芬蘭這個國家 他們也是高福利的 社會福利的國家 所以說很高的 六七五十% 因為他們相信 他說我現在把我的錢交給政府 我到老的時候 政府給我第一流的照顧 但是你要相信政府 政府垮掉了 或者是錢被污走了 這裡面我們去看的時候 他提供一個圖 蠻好的 所以我就把它拿出來 這是芬蘭 國家健康福祉研究院 提供給我們 大家看一下這個圖 Stackis 他提供的是 這65歲到105歲 然後這個是 Functional Capacity 就是說他的生理機能 那一般的話 正常的話 就是100% 我們這樣講 你生理機能是這樣 那慢慢生理機能會退化 結果他們的 比歐的人大概比較健康 他說到85歲 才開始看到說 這是一般的生理機能 這是他們 生理機能開始下降 那他這個不是一個示意圖 這是他們的一個社區 他們實際上做一些實驗 然後的確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不是一個示意圖 那85歲的話 開始下來 開始下來的時候 一般的情況 他說 開始下來 生理機能一直退化 然後就這樣下來 一直到 差不多101歲 這樣下來 沿著這條線這樣下來 可是他說 一般的情況是說 你如果做很好的照顧的時候 你會慢慢讓它延緩最後的時候 這裡 這個地方到生理機能大概只有20% 慢慢延緩延緩延緩 到這個地方 他說 這個地方的時候 這個地方大部分都在什麼 開始跑醫院 甚至於開始臥床 一個臥床的變成 我們將一直在牽涉 一個臥床的變成 社會啦 政府要支出很多錢在這上面 他說我們現在的一個program 是我們可以 你只要我們有know how 讓你走上面這條線 你的這個program 慢慢的一直延緩到 都維持在90% 95以上 然後到這個地方到100歲的時候 你走路跑跳都很好 然後到100歲的時候 101歲的時候 你突然發現生理機能不行了 大概兩三年以後 就急急下降 然後跟他說再見 然後他說 欸 你們要不要這樣的一個老人生活 那當然大家想要 好 你想要 我就把通話賣給你 所以我們告訴你 他做的是在這一塊 他是說 這一塊 你會花很多錢 你看這一塊 政府要支出很多錢 但是呢 你把這些錢 如果能夠省下來 你在前面做這個預防的 健康保健的 自然你做得好 後面整個政府社會的支出 就少了 家庭也少了 所以大家要強調這一塊 那怎麼做這一塊 他們就是他們的浪耗 所以這個東西 他們就跟日本合作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有一個叫做 他們日本仙台 就是那個東北仙台 仙台家人 東北大學 就是剛剛提到說 東北福祉大學 這個我們也去看 那時候去看 那時候2005年的時候 他們昏蘭請了健康福祉中心 就其實是健康中心 健康中心 但是真的老人 但是他也不存在是健康中心 他是有照顧 他是照顧中心 那這個是新蓋好了 那時候2005年 我們去的時候幾乎都還沒有 剛開始而已 但是花了大概日幣 大概是有10億左右的 蓋這麼一個東西 那就全部用芬蘭的設施 裡面的照顧 但是東北福祉大學 他們來亂了這個東西 那我們那時候去看 他們就讓我們看 這是我們一些 就去看 那這裡面的時候 這個叫做 FINISH WEAPIN SENDER 在日本 那時候是由他這麼高的小田手相 來主導這樣一個計劃 在現代 他們叫FWBC 這個頭節 那現在做完的第一期 第二期在Argano 又開始一個 它就不是指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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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叫做 Healthcare Center 所以他們繼續在推著 那其實這個整個概念 就是這樣 就當老人的一個健康中心 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都是很平常 對不對 老人的一些東西 但是他們就是 老人就要去 這裡面有沒有商機 大家在探討這個問題 大家也可以去思考 所以 這裡面就是 像這些東西 但是針對 那他們一個整個概念 就是在這裡 這也是這個 Inside 待會兒 康老師可能會提到 跟我們在國內 其實有開個 像跟雙年交易內 它這裡面就是 它裡面那個 它是有一個照護中心 然後這個照護中心 它會使用這個 它旁邊有一棟Building 就是R&D的 Technology Building 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 開發了這個 老人的一些 相關的古具 就會進到這個照護中心 來使用 那使用不好 回饋回去 他們會去做修改 那這時候修改 最後變成產品以後 它也產出了產品 它其實整個Building 還有一些廠商 這個什麼是 產區合作的 一些廠商 其實不見得產區合作 而是說跨國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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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在那裡 合作呢 那他們的 開發共同的產品 然後就把它推到 這個 後 每個家庭裡面去使用 如果一個產品 它不是只有在老人院 它能夠被使用到這個整個家庭 那就變成一個商品 那就有產業商機 好